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紹地球大小事 周末的時候朋友傳了一個 傳了一個叫做 nd clinical intelligence的這個 網站他們固定有 有2022的这个sustainability report 就是 全球领导人的支持度 的 的这个最新的支持度的调查跟会诊 那他叫做呢 global leader approval ratings 那因为因为我拿到的时候呢 还是热腾的 今天今天是17号嘛 我拿到的这个呢是13号做的 就就是周末周末周末前了 那这个呢global leader approval ratings 世界各国的各国的最新的last updated的这个 这调查 这个调查我看了之后呢其实是 是有些 特特别的特别的 特别的感觉的就是我把一些的现在现在全全 全球主要领袖的这麦当这里面 这里面并没有并没有中国大陆的哈 没有没有大陆的调查大陆 大陆要要去 要去 要去探测民意商业性的调查我知道是是有是很多的 呃但是属于政治支持度的调查 啊那个是不可能的 呃就算 就就算有你不你就你就只能够从你的从你的周围去隐约的感知 那今天的今天中国大陆的政治气氛呢大概是怎么样的气氛 就像这这几天在大陆当当全面的封锁了关键字啊四通桥啦北京啦永永世啦那什么什么横步调啦等等这这些的字眼呢都是都是都是被 呃关键字的屏屏屏屏除了屏屏之外呢如果有任何暗示性的暗示性的转发或者隐隐约约提到的那的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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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账号呢都都可能会被暂时停权 那处在一个一个封锁的状态 当然你要去探测的是非常困难不我们可以看看的世界世界各国的情况 那在这份的这份的这个呃 会整的这个调查里面 他大概统计了 统计了我估计有有 有十几个国家领袖的支持度 那支持度最高的啊 支持度最高的是 莫迪 那莫迪的莫迪的支持度呢有百分之 呃他的 Approve呢有百分之七十七 他的Disapprove呢就不支持呢有百分之十八 有百分之五是没有意见 那支持度呢减掉不支持度呢 是他的他的净支持度呢是百分之 是五十九个百分点啊那个非常高 第一名 但是印度 这样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支持度啊看起来 看起来不太符合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或者政党或者媒体 长时间自我安慰说这种支持度呢是 集权国家才会有的 好吧但是印度呢他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情况 印度这样的情况 号称的地球上面的人口呢人口最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 可是他的支持度所呈现出来太一样 不太正常 那所谓的不太正常并不是说呢这些人呢被调查的时候呢是 是被操作的被控制的或者是数数字是假的我不是 但印度我也没去过了 我只有纯粹长时间在关注新闻 那你看到印度的这个支持度莫迪是就百分之七十七 我说有问题是在一个在一个民主自由选举的框架下面 不表示什么事情的都是OK的 在在这个框架下面就像我们常常常讲的希特勒也是透过合法选举上台的 因此 有所谓的合法的选举这件事情 他并不是保证了这个制度本身的运作没有问题 甚至有的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多少的多少的不义不公 那甚至呢残酷杀戮 都是以民主之名 那而行之 所以呢这些人是要小心在印度本身 莫迪的高知识度呢是因为他 他在他在他在非常非常激烈的在操作印度教 所以 大家说的莫迪呢是一个是一个印度教印度教主义者 那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印度教的基本教育派你看他作为一个领导人 他经常 他除了 他的这个dress code是非常印印度教的dress code 那除了这个dress code之外 你看到你看到莫迪到哪里去啊 你有你有看到他 穿西装吗 可能可能有 有人看到我 我不晓得我印印象当中我在 他他的单 担任了当印度总理总理之后的所有的曝光的场合当中 我看到的他都是穿的印度的dress code 那好那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吧 百分之七七十七 这个比例呢大概要要降也不太容易 这个七十七的比例大概反映了就是呢整个的印度的印印度教的教徒的比例 印度你说印度印度的种族印度的种族极为复杂 印度的种族不要说呢他的他有阶级问题 他有他他他有这个呢 很复杂的种族 我问他宗教问题 这个 这个这个我国家本身的要呈现出的比较强的统合性 那莫迪现在的操作方式的就是从印度下手 当然跟他的宗教信仰的是有关的 但是我说百分之七十七的这个支持度 大概所有的印度教大概大概都已经体现出来了 那剩下的呢 就是其他的宗教的部分 有尤其是有尤其是呢 这 穆斯林 伊斯兰教的部分 伊斯兰教大概在印度还有两亿两亿多一点的人口 好那 除了印度以外的第二呢就是在美国旁边的墨西哥 拜登大概很羡慕了 呃西方的民主国家的大家看到呢墨西哥的这个 这个总统支持度百分之六六十八 也很高啊不支持度百分之二十六 那 净支持度呢有有四十二个百分点 墨西哥现在是一个左翼的总的总统啊 那呃 墨西哥已经又又非常久了 那现在呢现在出现了出现了这个左翼的总统支持度呢是非常高的 再来呢 去 唯一的可以让让这些的西方的民主国国家的尤其是 是这个呢 安格鲁萨克逊呢 会会觉得稍微呢还 还值得安慰的 去澳洲的新任的总理呢阿尔巴尼斯 那这阿尔巴尼斯呢 Ansoni Albanese 他的他的支持度呢现在还有百分之五十六啊 不支持度呢是二十九 近支持度呢 二十七个百分点 已经呢算是不错了 然后 这个 Swysterland Swysterland呢 瑞士的百分之五十一 好所以你现在你现在看到的这几个再来呢意大利 意大利的意大利的这个这新任的新任的这个 大大优派的这个总理这个总理呢现在还有百分之五十五 的支持度 那瑞典的百分之五十四这些呢都是有过半的 这以上的这些呢都都是有有过半的勉强的OK的 但是之后呢像像巴西巴西因为 这个月底的就是总统的第二轮投票 那现任的总统的波索纳罗 那波索纳罗支持度呢四十二 不不支持度的百分之五十 那这个调查也反映了波索纳罗虽然 他在他的第一轮的投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 他的 他的对手那这个的前任的前任的总统 呃因为还没有过半的拿到百分之四十八的选票 所以还要进行第二轮 那第二轮的时候呢波索纳罗能不能够过关 就很难讲了不要不要以为他不会过过关了 因为 因为在 在巴西有福音教派的力量的这个就说呢防守的基督教教派的福音教派福音教派呢 在巴西呢就是波索纳罗的基本盘 在美国呢就是川普的基本盘 那这些的福音福音教派的教派的力量的是很是很大的 那因此的波索纳罗现在看起来算自己的度子百分之四十二 那跟加拿大的这个总理的杜鲁多或或者美国总统的拜登同登同同分 那都是呢四十二个百分点的支持度 好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支持度波索纳罗不见的第二轮了不会不会不会过 那月底就知道现在看起来他的不支持度呢仍然的是过半的 好那其他的呢有的呢更低的低到低到最后面的时候 德国的 德国的总理的消息消 消息呢现在只有百分之二十九 刚上来 那就百分之二十九这个这个制度呢对于德国才是非常的不利啊 当你说德国的德国现在的现在的状况很糟嘛 你看总体的数字是很是很糟 但是 就像我们有一些的有有些听众朋友德国的听众朋友德国听众朋友 有上来流流过话的流过话说没有了我们那讲讲的好像好像我们已经 已经了已经已经这个这个冬天的好像已经完了好像要逃难了好像流流利失所没有了日子都还是过 对他们的电价呢是大涨的天然天然气的价格呢是大涨的物价呢也 也涨不少也涨两两三成 不过 德国比较特别就是说因为因为他的他长时间他的物价都都偏低这个国家因为过去的管理是非常好的 德国德国德国这个国家他有他很多值得值得我们佩服跟学习的地方 所以大陆方面来讲的一直引引来的把德国的当作是自己的就是说国家治理的标杆参考的坐标 因此 即使现在现在经历了经历了欧乌战争之后呢整个欧洲体系的动荡 那大部分的国家 都好像非常非常惨像英国英国英国现在的特拉斯到底还能不能撑到撑多久能不能撑到今年底他已经把他的财 财政部长财政部长才做了几天而已 就被他干掉了 好那 呃 当他的戴罪羔羊 那像特拉斯的现在把英国英国英国搞得非常非常的惨他的他的支持度呢只有 我看了一下他的特拉斯的支持度 我看一下 我之前有 这边这边没没看到 反而没有没有没有看到的特拉斯的支持的都之前的之前是有看到的 特拉斯的支持度呢只有16 不支持度呢是七十一个百分点 特拉斯的支持度呢是负 56个百分点 那 跟他 差不多差不多招的 去南韩 南韩的总统 那影席月影席月呢 虽然就支持度来讲呢比特拉斯呢高一点点18个百分点 可是呢他的不支持度呢到74个百分点 影席月 影席月这个支持度在韩国已经几乎到了过肩老鼠的地步啊 他跟特拉斯呢有一曲同工之妙就是因为 影席月5月9号才登基啊 5月9号到现在为止算五个月而已啊五个月就把自己搞到搞到这么的臭啊搞到天怒人怨了 那两成的支持度不到 那特拉斯的上来了之后呢一个一个月是其实不到一个月啊他已经跌到了两成以下了就是16个百分点两个 真的是情同情同姐姐弟啊就就是现在不只是在在主要的国家在在在全世界大概的领导人他大概都 垫底的 好那 捷克啊等等啊这这些呢也都没有好到哪里去我只说现在 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的领袖 现在的状况呢都很惨 刚上来的蜜月期呢都很短 那英国现在很动荡但是我刚说英国算很糟但是德国的状况 还 不算我说糟不是看数字 很多时候我们我们在看的时候看一些的看些的国家状态的时候 是看他的总体数字因为那个总体数数字终究是你国家管理以及 你的你的国家必须要去应对的比如通膨非常高 比如说呢能源能源价格非常非常高 那呃天然气呢 天然气涨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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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倍油价的涨个呢七八倍 那这个呢对对对一般的民生消费当然有影响就是其实 你说你说的德国人没有感觉吗有就是比如说比如说的电价 那电价的电价大概大概都都涨了三三四倍 那呃但是比天然气好一点 那天然气的价格呢可能涨涨个九九倍十倍都有了 所以今年冬天的时候宁可用电 那减的减少呢用用天然气功能 天然气呢本身 呃如果如果很贵的时候呢省一点 那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盖电毯吧那就穿暖一点吧 那 德国本身因为他过去长时间的社会稳定 物价的相对的偏低国民所得的也OK 所以你说他们是不是付不起电费还不至于了他怕不第三世界国家 大部分的大部分的欧洲国家的都一样就是他的因为他的经济基础的是不错的 那再加上大部分的都是准社会福利国家 像是北欧 那这种的这种的国家本身的平常税的非常非常重 但是呢当当他们真的有有困难的时候呢政府本身的在社会福利方面 那所提供的贴补的也都是非常丰厚的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国家的在养老百姓在称老百姓的时候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的日子非常非常糟 固然你也会看到一些抗议那之所以 如果类似这种的 这种的消费物价的能源价格的上涨 如果呢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话大概呢都已经出现 非常严重的社会动乱 但是在在欧洲国家来讲大体上面 社会面来讲都还是稳定的 但如果持续恶化 那能够能够撑多久那就不那就不知道了 不过 就是告诉你今天的今天的这个世界就算是先进国家来讲没有没有几个是好过 来进广告 回头到这个 啊他们的金融朋友在哪里啊 两千字啊 还在还在还在 还在帮我帮我关关心 好我们现在4600位的观众在我们线上 哎就周末过了好吗 因为台湾我我我住的地方呢在 下大雨 就是那个台风的味道还蛮浓厚的如果 如果你在阳明山 哇那个 那个台风的感觉是很明显的 好 纽约香港福州人说紫是什么意思 我在绵北 大腰子 大腰子是什么意思 呃我说大哥对未来的加拿大怎么看 我是大陆人最近准备移民过去了 加拿大加拿大我也 我汗不浪漫也就也就也就不过这么这么去过两回真正在那好好玩的就就就就就一回而已 其他的就都是 都都都是纸上的功课啊 这国家当然他没有 他他有他有枪管好所以他的他的社会治安的是不错的 第2个基本上面 呃对对 对不同的族族群的是和善的 呃你也不会 不会太担心 这就是美国的一天到晚枪撑之暴力天天的最最早100多个人死于枪下这个加拿大就不会不会碰到 再来他的环环境的治理呢是很好的 人人不多啊他是3000多万的人口但是地球上面的地球上面面面面积第二大的国家 未来还那物产的各方面都都不错生活环境是很好的啦那 如果是作为一个移民环境来讲的 是很OK的 那我之前因为在他的一些的一些的很很很漂亮的这些的国家公园啊像是像班法这地方 那去玩的时候呢我记得我走那那是回来的时候我也讲说 我在奔夫那个地方说 就是这这里了 就是 就就就是 如果 老子如果如果如果真的真的突然间走了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就在这 就烧一烧的撒一撒就就可以了 好那这边的那边就就很很漂亮的 你看你看过那个电影 马力连连梦路的内部 内部很有名的大江东去吗 那个大江东去的那部电影 那个 大江 那个转弯的地方 就是在 在那 你可以到到那个景点去看一看 那个电影的场景就是立地 如在墓前 好 我们 不管在哪里的都跟大家说 早安 现在的4700多位的观众的在我们的在我们的线上 呃 待待会待会9点半 好的 陈凤金我回来 所以一些不管是 台湾的选举啦 或者是 或者是20大了 这个待会跟见面 跟凤金见面之后呢 我们在在在详细的讨论一下 来聊一下 聊一下这个马斯克 因为 我 昨天我看到马斯克的那个推文 那个推文 那个 呀 算了英英英英文的我就 就不找了 好 那他在他在他的推特上的那个那个推文了 那个推文 很短 不过 不过是他的最近的最近的 推文里面这几天的推文里面的很爆火的 就是他一台推的刷 就是那个流留言 转转发 然后 然后然后 按按按 按赞 就觉得 跳 因为 马斯克 我说他有 推特 他的他这样可能要要花很多钱 推特吗 反正他他对推特反正就在那边 这边 撩下撩一下的 那推特呢 现在的 之前他要买推特说他指 推特你要你要想想起的跟我跟我讲你到到底里面有多少是僵尸用户 那个呢看起来的好像好像的 好像用户很很多 但实际上的很多呢 都 都 都是僵尸用户 那 推特 那私底下有没有给他什么详细的数字我不知道了但是推特的现在的比较活跃的用户大概三亿多 三亿多呢 那 马斯克本人的马斯克本人的追踪户他还不是推特的老板 他不是靠他要买推特才有这么多追踪他的追踪户本来就很多 他的追踪户有 一亿多 现在大概快一亿一千万 换句话说 推特的用户里面每三个就有一个呢在追马斯克 那包括我 到我 我有 我说过我有追几只个 那 呃 全世界 我个人比较关心的那有一些政治人物啦 媒媒体啦 这些呢大概都是我固定的追踪的对象每天看一看了之后 大概 重要的一些的国际的新闻事件脉络八九不离十 就像大陆的这个四通桥的 是 北京的四通桥的事 在推特推特上上面的当然那个那个 那个讨论啊就转发那非常非常的多在大陆朋友是看不到的 好那 呃 马斯克呢在昨昨天的 昨天的那一那条就是说 有很多的国有很多的企业 那 都还是持续的 从政府那边领到纳税纳税人的钱领非常多 那好几十亿 可是呢我一毛都拿不到 然后呢 还逼着我呢要继续的免费的提供我的大令 给 给乌克兰用 好吧好吧好吧我我我就继续让让大家让乌克兰免费使用好了 意思就是说他 呃乌克兰呢 乌克兰又可以免费使用的 Starlink 好那这个新链新链呢 乌克兰的继续继续使用 那就值得观察了第1个 他其实是之前 之前乌克兰呢在在进行反攻的时候的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帮了乌克兰军队很大的忙 那这个Starlink呢他可以让 让 俄罗斯 的军队 在乌克兰境内当中的部署 几乎呢巨细迷移 所以呢乌军的对于呢 俄罗斯军队的动向的掌握 就非常的精准 以至于出现了一波就情报上的不对等 那乌克兰的军队的感觉上面的 乘胜追击呀 那几乎几乎呢 每每天的都有进展 这上个月的事 好了之后呢你又发现 这两个礼拜的时间 乌克兰的军队好像又不太行了 然后 又开始好像被俄罗斯的打好完的 那不管是不管是去炸了这个 炸了克里米亚大桥之后呢那俄罗斯的这些 导弹的反击因为这波的导弹的反击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具有 强烈的 呃战争升级警告意味的反击 因为他的覆盖呢十几个大城市 包括利沃夫啊包括基辅啊 那全部炸 好那就说如果如果你再敢 再敢采取这种非军事手段 这种的国国家级的恐怖主义的攻击事件 那那我就不客气 但是就在就在的这些导弹的攻击没多久 周末的时间 你看到了在 俄罗斯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一个新新训中心 受到了恐怖攻击 那有两个枪枪手呢对着这个新训中心里面的正在新训刚报到没多久的这些新兵 那 发动了攻击 这攻击的导致了十多名的 新训中心的新兵 才刚报到没多久都还没有机会呢进到战场的就死亡了 那这两名枪枪手呢也被击被击毙 那 呃当时身份的清查了之后呢当然还是认认定啊这是乌克兰的所发动的发动在俄罗斯境内的恐怖袭袭袭 虽然看起来美国的是不断的警告乌克兰说的绝对不可以呢把这些呢把这战争冲突 那 呃 导引到了俄罗斯的境内 那避免的俄罗斯呢会引发引发的更激烈的反应 可是这些的在俄罗斯境内的恐怖攻击从杜金的女儿杜金那被安插事件之后 层出不求 那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一样好这些的这些的事件 那接下去呢就看了俄罗斯怎么反应 我们在上个星期有讲过就说当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了之后 然后呢当俄罗斯的导弹的强烈反击之后 接下去乌克兰的下一下一步就很重要了 就乌克兰的如果 如果在俄罗斯导弹反击之后 那类似这种的国家级的恐怖恐怖主义活动的稍微停止了 或许 就是 俄乌之间的冲突 那有机会达到一个新平衡 在冬天的到来之后大家的可以能坐下来谈点事 可是呢如果呢乌克兰呢 乌克兰现在看起来受到非常强烈的情绪引导 基本上面就是老子跟你拼了 就是 我 我不怕你 你炸我 然后 我就 我就能再再再反击 那再炸 呃我说从 从乌克兰从泽伦斯基的反应来看了就是有点 有点就是说不怕事事大就是要把把整个的北约了整个的欧洲的都都拖下水的味道 那欧洲的当然也在也在也在做战争升级的准备 我说北约了包括呢就是说和演习啊部分 这些的都在做战争升级的准备 不过呢本周的就是看昨天 昨天的马斯克呢再重新的重新同意 那新链的继续 因为 老实讲了就说 这些的 这些的美国的企业啊在过去哇这他是他他是 他是自由的 企业他是美国的美国的企业他们是自由的 错就是其实 其实当美国的美国的政府要要绑住他的时候呢叫他的乖乖为美国的政治利益而服务 的时候 这些的企业的美国每个都很乖 不管你叫做甲骨文你叫做叫这叫做新链叫做特斯拉叫谷狗都一样 好那如果 如果乌克兰的重新的得到了得到了新链的新链的帮助之后 那本周的就俄乌战场上面 的行形式 值得观察的 但是 虽然是这样 因为 因为 Starlink 因为马斯克的是公开讲的 马斯克公开讲如果公开的再提供了乌克兰的这些计划因为之前俄罗斯已经警告过了 如果如果 Starlink 继续的 名字 在帮乌克兰 之前并没有被 被我被很正式的公开证实过 但是马斯克的昨天的推文的等于就是在告诉全世界说对 乌克兰的之前都在用我的新链我免费给他当并不是免费了本来他以为 有美国的国防部的会会付钱 可是美国的国防部的到现在为止的都不付钱就是 好像呢 好像Starlink就应该的免费免费提供 而且当当马斯克的说他不提供的时候呢 说没有没有钱的时候的不提供因为的那个费用很高 美国的国防部姿态很高啊美美国美国国防部就说没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 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好像 就在警告了马斯克 就是你不要以为的只有你 但是你或许会觉得说 那难道除了除了Starlink之外还有其他选择不也没有也没有什么什么其他的选择 基本上面Starlink的仍然仍然是呢 仍然是在通讯覆盖上面来讲 商业卫星的这个就是说的卫星通讯覆盖最好的 但是 美国的那个警告的味道就是说你马斯克你给我小心点 你敢跟我美国政府作对 你等着看 好了 那就像你现在 现在说说的说的美国的大企业的都被美国美国的美国的政府的捆绑 那都必须要乖乖就范叫叫你回来投资就回来投投资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 什么 就这样的之前的对大陆发动制裁 包括Google等等的都从华为等等 手手手机 都下都都下架 这些的企业的去 其实哪怕是一个App 哪怕是呢一个呢一个作业软体 本身的都是呢乖乖的受到了美国美国政治力量的前置的 那你你认为你认为这个是一个民主国国家吗听起来乖乖的对对不对 可是在 在国家级对抗的时候呢这些的企业呢都是身不由主的 可是当 Starlings Starlings的如果现在的持续的就是说呢在无常的帮助的乌克兰 那如果在战场当当中到家具战场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了那这个礼拜可以观察我是说俄罗斯会对Starlings做做些什么 俄罗斯会不会 会不会去去攻击呢就说你Starlings的这这些的 这些的通讯卫星 在太空当中来来讲的大概呢大概有两万颗以上的这种的小卫星Starlings 密密麻麻的分 分布 但是呢这些卫星的稳定性的并不高其实这些卫星 量虽然很多 但是技术等级呢并不觉得很高 上去了之后呢掉下来的机会呢很大 所以他经常都在在补充 那如果如果受到了俄罗斯的干扰或者是摧毁 那对星内会发生什么影响 不知道 因为毕竟 你从乌克兰 从 从 马斯克的之前呢对于 乌克兰的 俄乌战争该如何寻求终极解决的提案 以及之后呢对台湾两岸之间的问题呢该如何终极解决的提案 你看得出来呢马斯克并不想绞尽政治这个浑水里面 他毕竟是个生意人 这个科技人 那对于对于绞尽种的浑水的不感兴趣 不过呢如果 如果 星链呢受迫 别人继续呢对乌克兰 那提供的这种帮助了之后 我都 我觉得在 在国际政治的观察点 就是俄罗斯呢如果对于星链的这些的商用卫星 开始的进行干扰或者攻击的时候 那就是另外一个一个一个全新的全新的状况了就是 这种的大型的国际的 国际的商业机构 被迫的卷入 那这种的国家级的竞争 战争当当中 这在过去呢是没有的 这根的正式宣战了之后呢国家的总动员的增增掉 那这是呢不一样的情况 好那 这个马斯克的走 昨天说了不断的烧烧钱的没有办法的再出资 不过的15号的时候呢 他用他又把文章删了 他持续亏损了也会能继续的提供资 金 马斯克的也公开讲他说俄罗斯 正在试图要杀死 这个呢这个是俄乌战争的接下去的要关注的部分 另外的我们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说 让这个这个呢这个是小 不算是大新闻啦 就是澳洲的前总理 澳洲的前总理的基庭 那基庭 他在 周末的时候接受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讲讲的话 他的说呢 这个是世界啊 中美之间的应该好好的坐下来谈 同时中美之间应该慢慢的形成一种的一种的政治的默契 这个世界中美共共管 但 他并没有讲的这么的清楚 就是东方 由中国的去主导 西方 由美国去主导 不过呢这个基庭呢 他他毕竟是澳洲的前总理 又又又是这种的 这种的大大白昂 那 他的讲这些话的时候 似乎呢在铺成一个澳洲的世界观 认识到呢这个世界的本身的冲突的机会的越来越高 因此他认为避免冲突的时候的终结解决之道 美国当然不会管这个啦 现在美国呢 就只在看了 G20的时候能不能跟习近平见面 不像气氛来看见面的机会越来越低 不像气氛的那样的